今天最后一段视频谈谈地产 每天都尽量有一段视频谈谈地产 和大家谈谈有关方面 可以整个画面震了 这段视频谈谈地产的情况是比较吵架的 因为关于详实在安德辰道观堂的 港人手指上车盘的项目 是比较复杂的 有些巧妙在里面 希望大家听了之后要小心点 不理解里面的情况 详实在2020年用49.5亿投入这块地 这块地是比较复杂的 它是属于政府推出的第二个港人手指的先度项目 首次是用卖地形式提供手指的单位 详实就投入了 然后就是每方尺的楼面地价 大约是4546元一尺 提供不少于1000个作为首置的 项目 单位 用8折出售 你计一计 它总共整个是2926个单位 即是说有1000个是作为首置的 就要8折 便宜点 卖出去 所以政府就会在地上便宜点 让你去 好处 那不少 因为它大约3000个单位 有超过三分一的单位 要8折出售 好了 这些单位大家都是200至500尺 甚至乎户型 占多少比例等等 全部是写得清清楚楚的 好了 接着就 长实最近就向地政总署申请预售楼花 结果就是被拒绝的 有趣 你想想一间有几十年经验 在香港做最领导的其中一间的地产公司 长实你不会第一都第二 为什么会这样失策 你走去要求地政署给你卖楼花 你 不知道吗 他知道的 因为合约面写明 2026年 你入伙的时候才可以卖楼 就不可以卖楼花 这个合约是没有卖楼 首先的问题就是 傻的吗 长实是不是 怎么可能 漏招看不到 别那么白痴呀 这些 几十亿 几百亿 这样的项目 怎么会 看不到的 人头都落得地呀 你很多人 要负责的 这是不可能的事 好了 我不会接受 有人 看漏了 好了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你又要催测一下 就是一间成功地产商 就是地产公司 领导的 他要卖 第一 你写明合约不行 你怒上来有什么鬼 你怒上来就能够 对吗 现在 我明知道你今天就不开舖了 我就走过去说 我想 我带了一群人来喝茶 玩什么 明知道我不开舖了 这样 我来得 就觉得你开舖了 明白吗 那是一个special 有个special安排 对不对 那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估计应该是什么 是畅实 因为他当日已经很久没有投地 有政府官员 跟他私下协调 你照用这个价钱搞定了他 你照买了 接着我会安排你到时 可以买楼花的 有什么问题 无所谓的 加哥 写就这样写 但后期我就会给你的方便 2020年 买的 那时候是林郑 现在 阿超哥多 林郑和阿超哥 不同的 对不对 于是乎 有个分别 你又再想一下 究竟那个分别在哪里 如果你说李泽巨 李泽巨 这个人 计算得很清楚 神经病吗 数十年经验 就算他计算不清楚 下面的律师 什么事 一大堆人 看到有这个 很开心 立即跟老板说 老板 老板 不行 怎么怎么怎么 还不立工吗 怎么这么愚蠢 拿出去还申请 老板 很明显 整个签署的合约 不让你卖楼花 你根本就不会拿出去 拿上去地政署 拿得去地政署 一定是有了安排 之前 大家谈好了 默契是可以的 那你才能赌上去 那你现在看到 大佬 还在这个敏感时期 有什么人 流价在塌上去 大佬 喂 买得就买 当然是 快快脆脆拿上去 对不对 长肾不是那些 船仔公司来的 就是说 博博啊 神经病 博什么差 疯了 合约是这样 这些东西 没得博的 这些东西 除非 有人答应了你 那我可以有个博 不就博了 直接就行了 结果 不行 这就是什么 我这么说 就是详实你看一下 过去 油切辣 什么的 详实是一个 不听话的孩子 之前叫他买地 他买得不多 不断买两幅 两三幅 要等你跌价得很紧要 在这个 机场那里才买 再买一幅 算什么 都不考虑投资重金在我们香港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大哥 你不要减了那么多 不断跌不断跌 坐包哥市 你又怎么样 你没有什么负债 别人其他有很多负债 大哥 你不要这么搞 不是 李泽巨李的你死呀 快去脆脆放货 对不对 收5%都立了 抢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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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详实的风格 好了 如果你说 这些不听话 又不走去买地 又退回农地给政府 这样的东西 这些地产商 现在 咦 有个机会 医症来做 那会不会有个官员说 我们医症来做 李先生 你不可以说我们的 哦 这样就大件事了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 口头承诺 口头默契 不再默契 咦 那就是另外一首歌仔了 明白吗 即是说 以前呢 李先生 大家粉丝的 拍摄了 我怎么怎么怎么 有些这样的东西 照做啦 有什么所谓啦 政府过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不要出那么多声 以前可以 现在超哥说 不是呀 李先生 你们不是很粉丝呀 又说是山羽肉 搞到现在香港 又不是很和谐呀 你知道啦 那所以有些东西 有时我都要拿正来做 拿它呀 拿到它正 哈 这样大件事了 那就是引伸到一件事 就是说 现在这个详实 过去的表现 是令到政府 觉得 很不like 那于是 他就整理一下 就是我们拿正来做 总之你的合约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啦 没有就没有的啦 哇 我问你 你是详实呢 你要怎么想 烦不烦呢 烦不烦呢 当然是烦到火肆啦 这样就严重啦 即是 详实递得 这个的留花申请去呢 我预受留花申请呢 100%有信心是过得了 因为你答应了 所以我才接这个盘 我又相信说 不要在我面上写啦 免得你难做 所有东西都答应了 顶你的废刀事 你就竟然 退 没有啦 这件事是没有的 你想想 李泽巨会怎么想 就是玩我啦 是不是 人家都笑你啦 现在周街都笑你啦 喂 李泽巨你这么差的啊 都不可以卖头发 社名的啊 合约 你是不是看合约的呀 是不是长实来的呀 你是不是要回来做呀 这样 哇 几没面子啊 对不对 的而且 你现在是傻子 张合约 写明不可以卖 你为什么要卖 你为什么要申请呢 你白痴呀 你这句多没面子 这个仇 又会结在 后面的了 就是说 喂 好啦 就是你玩我啦 政府是不是呀 那我后面 你那个应该 还不还跟你买的地呀 那我都想 我喜欢丢就丢 我的心水炸弹 就是 这个是 我觉得 李泽巨不会忘记这件事咯 好老实 对不对 喂大哥呀 之前他才说了啊 真是我们 就是这些胜利的 还在那儿撈 政府应该多谢我们呀 我们这些 李氏家族啊 重要的家族 即是那些基金啊 那些东西 公司还在那儿 你看看 喂你应该快点来 刷一下我们的鞋啦 那你经常叫人家过来 叫人家过来来投资投资投资 怎样啊 我们在这些呢 你不用刷我的鞋 政府似乎 跟这些 大妈傻 希望是你 即是李生这一班呀 似乎有些问题 这个是我的感觉 就是呢 以前大家表面上就很温馨的 现在不是啦 现在有 就是转变了 死咯 我跟你说 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呢 你知道了 有些东西呢 就 不可以公开的 但是大家 摸了就会看 是这样就是这样 你突然间 喂我们现在白纸黑字 看回啊 不是这样啊 应该 那你就 哇 那你就 就是 我不能够接受 证实说 看漏了 你刺刺地线 我不接受你的 我认为 就算你看漏了 你也不会递上去 对 你递上去的那个人也会查一下 你猜的一个人查一下 整个部门查一下 一看 不行的 递不上 老板 递不上的 咯 就会停 怎么会硬抵上去呢 不会的 硬抵得上去 就是因为 硬抵得 是不是 他会通过 现在不行 落了你长实面 全世界在笑着长实 哎呀你个傻子来的 你买地的时候 明明看清楚 你不懂得看契 这样 这个落面的事情 我相信将会形成了下半年 一个很大的冲击 如果我是 李先生 我扔烂你的股票 这么个人你玩我 是啊我受了气 我扔烂你的股票 扔烂你的新启德 新启德 我赚少一点有什么所谓 现在我没钱 但是你玩我 我觉得这件事也挺吵架 即是 不是一时三刻可以说解决了问题 似乎政府 和 这一间的地产商之间 肯定发生了 不能告 即是不能告 及别人的秘密磨擦 我相信是这样 才会变成这样 好 今天 简单一点 跟大家说了这个事情之后 记住大家要留意一下 看看长实 长实还有几个盘的 Bullclose 好像是六百多个盘 还没订出来 然后 启德有两个 两块地 然后这里 安德辰 这里 嗯 烦了 以后很多 看看 蚀 样盘 海宇半岛 6座 低层 A室 实用面积 747尺 三房一套 向西北海景 单边海景 4月尾放盘 开价950万 5月 6月才可以 买用848万 买出都一个多月很棒的 累减了102万 麻烦你买出 再累减了一成 平均赤价 现在是11300多 可以11300多算很便宜 现在 原业主义在2021年1260万 买入 就是 持有三年 估出就要 亏412万 33% 哇 重伤啊 好痛啊 真是惨 三年 一年亏100多万 130多万 凶不凶 大维胜汇一座南翼中层D室 面积是1038尺 望山景 叫价1550万 出之是减了40万之后卖了 赤价是14000多元 拿了两年 输了190万 走啦 虧了大约差不多 那些人都走了 现在没办法 有九龙居屋之王 称号的旺角富荣花园 也不断有这些选手烂脚 虧盘的记录走出来 13座中层A室 面积是592尺 三个房 未保地价680万 放盘 最近减了50万之后 用630万 成交了 赤价是10642 业主持货是6年 账面输了80万11% 而上一宗的富荣花园 其实是涉及17座的顶层 是592尺 未保地价用6808万沽出 那个业主在五年前 用未保地价738万买出来 转收亦亏了130万 真是 你越是特色户越输得紧 新型第1乘19座高层A室 兽面积是451尺 三房间价 业主用2018年 即是6年前 用690万买入 即是想着 好呀 690万用渣刀6年 不停住 经过双方的议价之后 以600万 600万 卖出即是输了90万 6年输90万输得少了 贬值13% 可宜这间就比较 经典 可宜半岛6座低层A室 瘦面积747尺 套三房间价 4月底就叫950万 劈了102万之后 848万 卖出 即是11,352尺 刚才不是报过 可宜这个 对呀 报过了 对呀 所以 报过了 有点整天都加倍了 我应该说下面那个 同类的单位 在年初曾经试过920万 卖出 就是说今年以可宜来计 今年4个月 的价格 是跌了 7.8% 死不死 单是计 2024年 1月至4月 跌了 7.8% 两家屋 卖了就差7.8% 这样 如果跌多 是以个小来跌下去 今年要跌 20几个 大为盛惠一座南翼中层B室 1038尺 套四房 储物房 设计 1510万 入市买入 赤计14000多 单位 两年跌了 11.2% 何文天 One 何文天 一座低层 880万 转手 赤计14900多 18000多 单位 3年 账面 输了12% 就这么多 看到现在 那个市 其实 那个 我看其他一些 它有些没有赛养 都多的 很老实 但就已经是 价格都不断 回落 不断回跌 尤其是 现在有三个地方 屯门 北角附近 曾瑜冲 另外就是 是 什么呀 什么呀 这个的 哎呀 糟了 我突然说得好 别管了 那就是比较差一点的 美赴新村 sorry 这三个 我一直 我有个印象就是 三个地方的表现比较差一点 所以 一个是九龙 美赴新村的九龙 舊了 但是 屯门 新的 太古城是旧的 新界九龙 和 香港都各自有些地方 跌得很急 那大家 就是 特别要留意 因为它成交很多 那么 我觉得 香港的 楼价 在 进入六月 真的 那个速度会快了 大家要特别特别小心 那么 刚才看了 四个月都已经跌了 7点几百分 只是这四个月 跌了7点几百分 所以今年再加上下 我会觉得 今年全年 可能会跌超过25% 这个就是最严重的问题 所以大家要 我说二手楼 但是一手楼很多已经 因为它不同时间放 已经跌得很厉害 但是这个是正常的情况 重要是 因为你没知道 我不是跟你说过 现在大家要 抢钱来 还债 高息是顶到顶不住 那么现在就在唱 说9月 这个美国 就会 减息 但是我仍是抱着一个 的怀疑的态度 因为由现在开始 六七八 这三个月 究竟经济的情况 会怎样 是不是 适合一个 减息的环境 我觉得 联储局不急 就先等一会 是不是 就算减了不减了多少 是一个纯粹的 心理作用 减了 那些是这样的 但是 这并不是代表 现在的市场 是真的适应 去减息 加拿大 其他地方 就开始 都 可能会 率先减息 但是我又不觉得 这件事 容易可以进行 因为那些地方 如果要减息的话 你要预讯了一件事 它的汇率会大 美元就会大升 你看到它就是这样 你看到现在 已经开始 这些日元 它再又跌了少少 美金是一直很强 很硬 所以你见到 因为如果有减息的迹象 它不会美金那么强 所以我就觉得 现在暂时 大家不用那么理解 美元又强 美股又强 所以你说 在这么 强势之下 是不是现在可以 突然间会有减息的迹象 我觉得 一般的 大家不用看 看了这件事 就是9月 现在跟它太多变化 现在也没有一个趋势 哎呀 很适合 就是 减息 这样 又不是很觉得 就是 所以 暂时 不需要用这个理由 作为 将会 香港的楼市 可能有个好转业 还有现在 说的 6 7 8 你9月 减息 香港也去到 10月 那时候 最多是减息 0.125 这样 是啊 最多是这样 你想一下 对香港有没有意义 其实是没有意义 你仍然是 地产商背着很高的额息 还在捱着 所以我相信 下半年那个市道 是很难搞很难搞 现在太多差的讯息出来 还有太多人 将会是 面对 入伙的时候要托钱 所以你说为什么香港的经济差 当然是经济差 每一个月 有百计的人 要托钱 去 之前的建筑期付款 要去 付 陰工 因为就破产 或者 撤订 是啊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非常之恼够的事情 所以我看不到 后面有什么好处 那个的 楼价 再加上 今天有这个 太差的消息 即是长实 和政府之间 我肯定他们是有 有问题 发生了问题 要不然 不会这样 根本长实 一定不会遗 这个 就是预售浪花的 一个申请 他遗得的话 他有信心 一定过 竟然不过 我跟你说 一定是发生了事 好 希望大家会 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差不多了 我这里现在是 晚上11点钟了 所以做到这个时间 差不多 一天做 11点钟 做到11点钟 大家做12个钟 是啊 接着还要起字 做一些cover的东西 好 多谢大家 希望你 喜欢 留定坚 每一天的视频 记住 给多一点意见 我留下你的意见 大家讨论一下 好不好 多谢 记住 星期六 我们还有这个直播 每个星期 都是 九点钟 OK 希望到时 你有兴趣 谈一下 我们说 有没有机会 有些人和我合作 一起做YouTuber OK Thank you 拜拜 by bwd6 by bwd6